這裡有時候會看到真正的遺跡在這邊經過 一些人會在這個神聖裡面結婚 就會在上面舉行一些儀式 這裡就是清水舞台 是三個團子然後 加一個落水 京都宇治 戊古刺茶店來到京都 這間絕對是首選 現在來的這條就是通往八般神社前一定會經過的花見小路 它兩旁有非常多的一些料亭 這裡有時候會看到真正的遺跡在這邊經過 但是由於它兩旁也有非常多一些漂亮的日式古建築 所以之前很多遊客來的時候 就會可能大聲喧嘩 或是用手去觸碰旁邊店家的一些燈籠 或是隨意的拍照一些遺跡 所以之前新聞也有講說 就是當地很多店家 他們就有貼一些警告標語 告訴說啊 觀光客不要這樣子 然後之間有很多一些不愉快或是誤會的事情發生 這個花見小路的地板 感覺是新鋪的 我記得之前的石板道路沒有這麼的新啊 而且剛剛在一進來的時候 其他前面還是用那個柏油路 不是用這種石板道路 我們到了八板神社了 好久沒來 今天的人好像呢也不多 那這個八板神社呢 它每年有一個非常隆重的祭典 也是日本三大祭的 叫做奇緣祭 這個奇緣祭呢 馬上在去年的夏天也有拍過一集 所以想了解奇緣祭跟八板神社的故事呢 也可以先回去先看那一集哦 我想來八板神社買一個御守 我的御守當中呢 好像還缺少八板神社 旁邊也有很多的 這個屋台賣好多東西 今天的八板神社好像 也是有這個十日榮相關的祭典 也是大家來這邊祈求生意新樓 後面那個地方就可以買御守 那我也有看到一個表 它是令和五年的厄運表 令和五年就是2003年嘛 那今年厄運的年呢 男生是25歲 42歲 61歲 女生是19歲 33歲 37歲 所有的歲數都要包含算上這個虛歲 所以呢如果你剛好今年是這個二年表的話 就可以來神社這邊稍微祈福一下 或者是消災啊 有點像是安太歲的感覺 後面就是八板神社參拜的本店 不過我記得之前 它前面那個鈴鐺好像是可以搖著 它現在好像把它收起來了 不行了 就只能偷香油錢 然後在前面稍微祈禱祭拜了 在我背後這個就是八板神社的五店 平常有時候有些人會在這個神社裡面結婚 就會在上面舉行一些儀式 大家可以看到今年是兔年了 所以後面中間有一個這個兔子的板子相當的可愛 我覺得八板神社晚上的那種感覺好像比白天還要來得漂亮 就晚上的話後面這個五店它上面所有的燈籠啊 全部都會打開啊 我就在這種非常漆黑暗暗的地方啊 這些燈籠就會顯得格外的神秘 現在他們的住民都不現場的收寫了 好像都是直接用已經寫好的一張紙這樣子給你 也有非常多千可以抽 上次是抽戀愛的 旁邊這個是抽福運的 那從八板神社出來那邊有個206號公車 說那個公車大約三站在清水道下車就可以到達清水是這裡的 但是還要大約再步行10分鐘左右 其實從八板神社也可以步行到清水是 但是總共大概要花費17分鐘左右 走後面那個泥泥小道就可以連接到清水是了 但是我建議大家可以還是先坐巴士過來 如果你一天在京都的時間夠的話 你可以回程的時候再走 爬這坡好累啊 哇旁邊好多遊覽車 觀光團都來了 終於走到了清水版 我剛剛那個坡真的 平常沒在運動 走幾步 氣喘如牛 這邊再往上走呢就可以到清水寺了 我看兩行的店鋪開的也蠻多的 不過有些店好像在裝修 所以有新的店可能要準備開始在這邊營業 也有舊的店可能已經沒做 到了 觀光的清水寺 就是雖然現在季節已經是1月了 有點偏冷 不過還是可以看到很多那種旅遊的人啊 還有一些穿和服的人 這個清水寺呢 馬之一之前也有做一集 有講他過去的一些故事跟歷史 那集比較詳細 如果有人想了解的話呢 會回去看那集影片 今天呢就大概 帶大家稍微逛一下清水寺內部 然後看一下現在觀光開放了 現在清水寺觀光客的現況是怎麼樣 清水寺是在楓葉期間的時候呢 人潮會特別的多 尤其那個時候又剛好是日本的旅遊網季 也是全部人要來日本最好的一個季節 所以那個時候的清水寺 哇人真的超級多的 不過相對的 在後面的一些楓葉樹啊 也會相當的漂亮 人感覺沒有想像中的多 雖然是個觀光客 但是好像沒有到非常多 我想可能是今天天氣的關係 因為今天天氣真的不是很好 也有一點陰陰的 而且早上還下雨 剛還有很強大的風在吹 就算是大一樣的 真的是一個小休息的感覺 一個小休息的感覺 是一陣子的感覺 就看來前面的小休息 在你以後 太好 有什麼小休息的感覺 謝謝你 謝謝你 有什麼小休息的感覺 有什麼小休息的感覺 可以感受到 你們聽得多年 好嗎 你跟他這樣點身手 你跟他們一樣 又不敢 有什麼健康 我們請在中國 你跟他們一樣 一進來就會先看到後面的初四大黑天 它是祈求金運、彩運、事業運都非常靈業的一個生命 這裡就是清水舞台 從這邊看過去後面的風景都很漂亮 但很可惜因為現在剛好不是花開的季節 所以後面的這些花草樹木全部都是有點枯萎的狀態 後面有賣很多清水寺當地的御守 每一個大概是400塊到500塊左右 我看到有一個御守還蠻特別的叫做頭痛手 應該是你如果有這個頭痛啊 或是睡不好的話 你可以買這個御守 它只要100塊而已 哇好可惜喔 清水寺裡面還有一個地主神社 也是超有人氣的 是祈求良緣啊 還有這些姻緣非常有名 但它現在因為在修復公司當中 所以就沒有開放給大家進去了 不知道到什麼時候 它也沒有寫 從這邊看過去是真的是非常漂亮 不只這個可以照到清水寺 後面整個京都的景色 還有那邊京都塔啊 都可以拍得一覽模 但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去穿一個和服在這邊 其實更有味道 那種感覺照片更漂亮 又去抽一個零錢了 一次100塊 就抽到第91 幾 好像在東京的千草寺 是抽到小幾 如果抽到胸的話 一樣後面那邊可以把它綁上去吸上去 新的一年 希望我這一年呢 也可以像這個鉛一樣 後面那個就是清水市的燕魚瀑布 其實這三道泉水分別代表不同的含義 所以一開始其實它是用那個勺子去接中間的泉水 然後是要直接喝下去的 但是這幾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怕感染 所以現在就改為稍微洗手而已 它這裡還有一個免費的熱茶 京都宇治 是 是 金督宏的口罩 外面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花纹 如果你是穿和服的话 我觉得戴这个会很好看 也有像这种汉字的小吊饰 可以自己找 有没有你自己的名字 这有个小卖铺 卖冰淇淋还有包子 这是我看到一个京都抹茶的包子 抹茶口味 还要卖这种团子的套餐 是三个团子 然后加一个落水 这个应该是里面有点抹茶的口味 像欧美观光客他们来日本就很喜欢吃那种团子 团子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我觉得它的那种口感在台湾有很多东西都蛮像的 而且它用的那个酱其实有时候会有点咸 然后它烤的话也要看那个功夫 有时候烤的太焦又会有苦味 韬银棒 做得好漂亮 这种精度的风情 我们现在又坐车回到了四条这边 现在呢 马自家带大家去京都当地一间非常有历史风气 在地的一间吃茶店 已经到了 就在后面这个地方 这里有很多种的蛋糕种类可以选择 像我点的就是这个 这也是澳洲馋的起司 美股豆起司 餐点可以单点咖啡 一杯是700块 旁边的话还有套餐 套餐的话 它就会附一个蛋糕 跟一杯咖啡或是红茶 是1,3,5杯 那我今天呢就是点这个咖啡 还有一个蛋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真的很好喝 而且糕点也很好吃 如果你是喜欢日本这种复古刺茶店呢 来到京都这间绝对是首选 那这间店的全名叫做 其实刚刚没有说 它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间店 早在1934年的时候呢 当时它就在京都的四条小桥附近开店了 最初它就是里面可以听一些古典乐啊 然后喝一杯咖啡 所以也吸引很多这种喜欢文艺啊 或是古典乐的学生到这边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外观呢 是它之后重新改建过的 有点这种大正时期大正浪漫的感觉 来日本这些复古刺茶店 其实品尝它的糕点跟咖啡味道 我觉得倒是其次了 最主要是去细细欣赏每一间店 它里面不同的装潢风格 还有它背后的故事 像这间François Kitsashitz 它整个咖啡厅 就是以豪华船舱里面的客舱作为打造 所以我们刚刚走到中心往上看的时候 上面有一个圆形拱顶的天花板 旁边还有一些文艺复兴时期呢 这种凹凸形状的一些柱子 后面还有很多的欧式台灯啊 跟一些彩绘玻璃 据说这些室内装潢啊 是从开店至今呢 一直以来都没有变过的 所以真的相当有那种味道